这个社区是不是安全 这是民众选到基礎的第一颗粮 在内政部每一当都的基盘社区的 地安钢做兵杆 台南南书有超过40社区的第二种 近时两三四档 被并选为第一位单位 相当的不简单 日本台湾也是第一次来参加台南基盘 现在来自全国的第二种单位 专民相当的劳力 内政部每一当都的 古板社区地安钢做兵杆 在台南已经在四处 在全国的第一单位 卖超过40社区地中 所以近年近书来到台南古板标用台会 我当时开始就有的小朋友 做大来表演解析数目 当中不然是电影团统计的 其实留下富老保民 保财为民地订阅主帝 是上当精彩 不管是里长 村里长 或是我们社区发展协会的女市长 因为女人重视 跟社区的人共同结合在一起 让我们的社区治安会做得越来越扎实 越来越好 那对我们来说 其实内政部在推社区治安 不只是警方或者消防局 或者社会局的事情而已 其实是让社区的关心 跟彼此的人行为 跟彼此的安全网建立起来 今天刚才在建议天海班长点内以外 共同国有少少警察提案区 和消防机车 以及警用机车可以去上 另外建设很多社区 都将自己都有的维持 订阅方法 做到形状 给大家分享 其中台南金华社区 不然是从订阅围持好 其实佩合职会等着进去 可以说是相当厉害 新华社区是标单社区的8年半 通过老科新博的国际认证 也是我们第一岸社区的认证 现在我们还配合政府 来推动长照 沾对我们老人的照顾 用我们希望向作对 这个辣任的身体 来做居家访试 还有来包括 做一个问安的工作 并且是我们协助社区的光华据典 就去推动长照的服务 希望透过标用 以及核上交流 可以看着社区 为电风地点来努力 让社区不然是安全 其实大家安家来来好所在 记者陈宇宇新亚区彩虹报道